世界首富呢是搞新能源的 欧洲首富呢是卖奢侈品的 亚洲首富呢是搞工业的 那咱们中国首富你猜猜是干嘛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 以人民币4500亿资产 成为中国首富 钟珊珊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看到这个名字都读不出来 也是有一点陌生 那他呢跟我们熟知的像李嘉诚啊 王健林啊马云啊这些曾经的富豪呢 都是不太一样的 他呢个人是非常的低调 但是他的低调呢仅限于他的私生活当中 在商场啊职场上啊可是非常的高调 有自己的性格 业界呢也形容他是一匹孤狼 营销奇才 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才能拥登中国的首富呢 其实呢他涉及了两个领域 那这两个事业呢都是非常的赚钱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 水中茅台 农夫山泉 是不是很震惊啊 在21世纪的一个科技时代 怎么一个卖水的卖成了中国的首富啊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句广告词 农夫山泉有点贴 现在可不是有点钱 而是真有钱呀 这个矿泉水我们日常都有喝过 一瓶呢也就才两块钱左右 其实呢这个水的生意当中呢极端的暴力 一瓶两块钱的矿泉水呢利润就有一块二 随着这些年呢人们对自身的健康 银水品质日益的重视呢 大家平时在公司泡茶呀在家里做饭呀 或者说去咱们去商场里吃炖火锅上家也会问你 哎要不要用矿泉水的汤底呢 就是因为中国很多城市水的品质供应呢并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大家就会对比水的品牌呀 性价比呀去进行一个选择 中山闪的农夫山泉呢在进入市场之初 就精准的定位于高品质健康安全天然水这样的一个赛道 那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的沉淀呀品牌的营销啊 农夫山泉的品牌知名度呢已经深入人心了 随着2020年农夫山泉在香港上市呢 中山闪也登上了中国首富这个宝座 当你知道它的创业背景之后呢 它成为中国首富绝对不是偶然 1954年呢中山闪出生在浙江诸记 她的家人呢都是知识分子 但是家里比较贫穷嘛 她辍学了之后呢就出去做过木工啊 瓦工啊这样的体力活来帮补家记 直到国家恢复高考那一年的 无数人的命运迎来了转折 中山闪呢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呢她考了两次高考都失败了 后来呢随着家中的长辈进入了浙江广电系统去工作 在报社工作了五年 这五年的记者生涯啊 让中山闪接触到了不少的企业家 也让她产生了丛生的念头 当时记者出身的中山闪呢 既没有背景也没有人脉 出起资金呢也不是的很多 但是呢她真的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这种创业的冲动 1988年34岁的中山闪呢 趁着海南开发热的这个浪潮呢 开始下海经商 刚开始呢她也是从老板行 试过办报纸啊 然后种植蘑菇啊 然后也摆过地摊啊 反正做了很多行业都以失败告终 不过呢只要你不放弃自己 世界也不会放弃你 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呢 她开始有了对市场敏锐的触觉 三年之后的中山闪呢 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给她这个机会的人呢 既是她的同乡 也是未来跟她恩怨情仇 纠缠不清的一个人 娃哈哈的老板 中庆后 在1991年的时候呢 当时的娃哈哈还不是我们熟悉的食品饮料公司 而是保健品市场的龙头老大 能看清市场需求的中山闪呢 也知道中国的保健品市场啊在快速的成长 当时保健品市场的营业额呢 在短短几年内已经超过了80亿 远远的抛离了其他的新兴行业 因为是老乡好事换的关系呢 中山闪在周星后的手中呢 拿到了海南省啊 还有广西省娃哈哈的销售代理 但是呢 当时她并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个代理金交商 她也想要进入一道保健品的这个领域当中 创立自己的品牌 可是呢又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这个时候呢 中山闪就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新闻 当时的海南啊 是新开发的经济特区 娃哈哈呢 给了她很优惠的价格 在代理的范围内 海南和广西去销售 但是呢 中山闪用低价拿到了货之后呢 去了广州 镇江啊 等地方去倒卖 因为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 赚取更高的差价 那这一行为呢 明显犯了行业大忌 也因为这件事情呢 中山闪第一次得罪了娃哈哈的老总中金后 当然呢 她这个代理商的身份也丢失了 不过呢 因为这件事情呢 让中山闪也对中国保健品市场呢 有了更好的理解 当时生活在海南的中山闪呢 跟朋友出去示范的时候发现 每一桌都会点一个养生汤 是用当地的龟和鳖熬煮成的汤 那这个呢 也让中山闪突发奇想 既然龟鳖汤能这么受大众的欢迎 我把它做成养生品市场的反应应该会很好 中山闪拿着之前在娃哈哈赚来的第一桶小金嘛 进进了保健品市场 成立了养生糖 开始卖自己的保健品 她请来了三位大学的中医教授 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呢 终于把养生糖的第一款产品 龟鳖完研发出来了 但是呢你光有好的产品并没有用 你要有市场的一个份额在呀 那你怎么能够在市场当中突出你的产品呢 这个时候我们一直称为是营销天才的中山闪呢 他卖的并不是他研发出来的龟鳖完这个产品 而卖的是一个故事 传统华夏文化几千年的智慧结晶 柔和现代最先进的超低温冷冻技术 最天然淳朴的龟鳖入药 加上铺天盖地养育之恩 无以回报这样的广告词呢 养生糖的龟鳖完呢一炮而红 那好的市场营销呢 其实掌握的是消费者的心理 当年啊90年代 大家呢回家过年呢 手里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去串门啊去拜年 然后呢子女回到家里 也会给自己的父母啊 关心健康的老年人呢 去带一些保健品 他呢抓住了当时老年人最渴求的健康心理了 在各种养生品泛滥的90年代呢 冲山闪只有小小的资本投资呢 单一的产品种类呢 却也能够凭着出色的营销策略 在市场中呢占有一席之地 养生糖的龟鳖完这个产品呢 也让冲山闪赚到了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一千万 中山闪呢很愧看风向也会去顺应时事 那她呢在保健品这个市场当中 已经赚的盆满钵满了 却在1996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海南 回到杭州创立了千岛湖养生糖饮用水公司 也许呢是她看到了老东家 娃哈哈呢也不在保健品市场 而是转型到了饮料啊 食品这样的市场当中 也有可能呢是她洞察了 保健品市场当时的规范呢 确实不是很好 然后有一些产品也非常的劣质 市场的规管呢又不是很严格 未来的问题呢一定会频频而出 在1998年湖南长得市呢 有一位老人服用了8瓶三猪口服业后病逝 那保健品呢也开始受到严格的规管 仅仅一夕之间呢保健品迎来了市场的寒冬 所以中山山选择了急流永退呢 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那比她跑的更快的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娃哈哈中庆后 虽然这个时候呢中山山也创办了千岛湖养生糖饮用水公司 但当时啊饮料界的龙头老大还是娃哈哈啊 康师傅啊乐板市啊这样的龙头老大 整个市场呢也差不多被他们叽叽叽叽的占领了 在这个市场当中她想要分到一杯羹 打开这个缺口呢需要的还是老招数 营销除了营销还是营销 其实呢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你现在有什么目标你未来有什么目标 最终呢人们都会追求健康 保健品市场的兴起呢也是源自人们对健康的需求 就算保健品市场没落了 中山山觉得这个需求不但不会消失 还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呢她直接把这个需求推到了饮用水市场上 她的农夫山泉呢卖的是天然水 而其他的公司像娃哈哈他们卖的是纯净水 中山山呢先是抨击同行卖的是纯净水 长期饮用啊会对人体身体产生危害 而她呢用广告语把自己卖的天然水和健康呢迎合在一起 去营销健康的故事 让农夫山泉呢一路后来赶上 把一众的老大哥呢都挤下去了 也和中庆后呢结下了第二个梁子 2021年呢中国前五最大的饮用水生产商 分别是农夫山泉 怡保 康师傅 冰露 娃哈哈 加起来的市占率呢是56.17% 农夫山泉占了当中差不多一半达到了20.92 比第二名呢多了整整1.5倍 即便中山泉呢在这个市场当中站稳了脚跟 不过呢他想要成为日后的中国首富 光靠卖水肯定是不够的 中山泉除了美味的市场触绝出色的营销手段 还有最后一个让他足以成为日后中国首富的条件 那就是投资的眼光 时间来到了2001年 中山泉在此时呢已经布局了20年后非常红火的生物医药液 透过养生糖公司呢他花了1710万入股了生物医药公司万泰生物 2019年呢新冠疫情爆发后 万泰生物检测试剂啊加疫苗的概念股正好采取了市场的热点 同时呢万泰手上还有自家研发的第一个国产HPV疫苗 价格呢只是尽头疫苗的一半 2020年4月29日万泰生物呢登陆A股科创板连续拿下23个涨停板 全年涨幅高达2230% 位列全国之首市值呢也高达了1668亿 而中山泉呢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万泰生物股份 75.15%即1253.5亿的财富呢 成为了中山泉首富宝座下的基石 同年呢随着农夫山泉在香港上市之后呢 以每股21.5港币的发行价一开盘就升到了39.8元港币 一夜之间呢中山泉成为一个默默无名 非常低调的商人呢变成了中国首富 刚刚呢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中山泉的一个营销手法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狂啊 然后很高调的一个人 其实呢她真的不是她非常的低调 就连万泰生物上市敲钟的那一天呢 她都没有去 平时呢她是能不应酬就不应酬 是一个文人一样的商人 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历任中国首富 像王健林啊马云啊马化腾啊等等 在媒体上非常活跃的富豪呢 完全是一个对比 大家都知道农夫山泉 但是呢知道钟山泉是谁的呢 却少之又少 即便呢她以4500亿人民币身加资产 在首富宝座上呢已经坐稳了一段时间 人的一生中呢改变命运的机会 或许就那么两三个 而钟山泉呢把握住了自己每一次上升的机会 当时呢她也是要出生没出生 要背景没背景 要钱也没钱 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也能从中国商场多变的环境下 利用从失败中学到的一切 遂用时事走对方向 并成为了中国的首富 虽然农夫山泉有点甜 这句广告词流传了20多年 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脑海当中了 但钟山泉呢不只是营销故事写的好 它自身的故事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品味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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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